开车现在还不到一年 拿驾照是在去年的4月份 自己可能就是一张白纸 然后就直接选择了新冷源 特斯拉Model 3 是我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 对于像我这样的新手来讲的话 是很容易上手的 就没有燃油车那么多复杂的按钮 它有这个软件的 随时可以查看到整个车的状态 我可以控制它 可以看车窗有没有关 有没有住车 然后这个车在哪里 这个是给我很大的安全感 深圳是一座生活很便捷的城市 节奏快 效率高 大家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也很高 所以现在路上也越来越多的新冷源车 像这个纯电动的车牌 在去年一周的时间就拿到了 省去了很多之前去拍牌的繁琐 在路边还能免一个小时停车费 这点对新冷源车是挺友好的 在驾驶上面 对我这种小白来讲也是很方便 堵车的时候开启辅助驾驶 遇到红绿灯加速也很快 新手来讲的话 我现在基本上就是红绿灯之王了 所以在我的认知里面 我就觉得特斯拉是好开的 因为我没有开过其他的 我的那个轮毂 可我去改了它的颜色跟它的设计 自己喜欢的一个风格跟颜色的搭配 拖完之后大家都会觉得挺特别的 很有科技感 所以自己也蛮喜欢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产生了一些乐趣 对车的一些乐趣 现在位置还挺多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进去 像这次我刚刚去龙华特斯拉充电站那边 去更新的软件 然后它整个电机的功率性能提高了 买了一台这样的科技产品 就每次会给你一些期待 特别是它的空巢 风可以手动操作改变风的吹向 往两边散开 然后往上面 往下面 比较有意思 很智能化 然后吹出来的风也很柔和 不会太冷 这个女孩子比较喜欢这样的功能 所以对我像我这样子 之前没有怎么开过车的人来讲 是很友好的 就没有太多复杂的要去按钮去记住它 就像玩iPad一样 一开始是我对于特斯拉的一种好奇 到想要拥有它 到现在我跟车也是在相互的磨合跟默契 你会越来越了解这个车的一些功能 跟它的性能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大家都会偏向于简单的生活方式 没有太多对豪华车和一些奢侈品的追求 我觉得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没有 我没有试过地板以后 安安静静的就超车了